台湾中央社等台媒8日消息称 台军蟹弹管制发生重大缺失 台海军陆战队新训旅一把真枪 竟被调包成模型枪 目前台军方已成立项目小组 全面实施蟹弹侵电 报道中 台海军教育训练及准则发展指挥部 8日晚发布新闻稿称 所属龙泉新兵训练中心 进行装备检查时 发现一把点刺无手枪有意 经专业鉴定判为模型枪 教证部称 除了成立项目小组 全面实施蟹弹侵电 并主动移送司法单位侦办外 也将强化内部管理机制 及军法系教育 以杜绝类似案件在发生 台媒称 台军目前一共有12个新训旅 其中11个为陆军步兵旅 龙泉新兵训练中心 是唯一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新训旅 所有海军陆战队新兵 都会在龙泉新兵训练中心 接受新兵训练 再分发至海军陆战队的各部队 另据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 继新训旅真枪被调包成模型枪后 台海军陆战队8日晚称 陆战99旅实施解弹检查时 发现遗失T91步枪枪击两件 已成立项目小组调查 并主动移送司法侦办 台军军纪败坏事件不断 据台媒此前报道 2月26日晚 台海军陆战队指挥部 曾发布新闻稿称 所属陆战99旅徐姓士兵 与朋友在网上公开散布贩卖枪支 及弹药信息 被警方查获 以重诚级开除盖士兵 台空军战术管制连队 两名士兵涉嫌私自改造枪弹 并在网上出售 2月17日深夜 台北警方获报后 趁两人外出消异时 在高速公路休息区进行围捕 警方当场起获一支 改造手枪及持8颗子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